做環保可以進化大地 嘉義地區的慈濟志工洪陽星 透過環保扶平了內心的傷痛 原來他在年輕的時候遭遇先生外遇 還對他拳打腳踢 這樣的婚姻曾經讓他想要結束生命 直到接觸佛法與慈濟 他開始轉念 不再埋怨過日子 全白的頭髮再加上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鏡 他是洪陽星 做環保已經有十幾年的經驗 說完後 洪陽星害羞的笑了 但其實 靦腆笑容中 洪陽星有斷傷心過去 年輕時先生外遇甚至對他拳打腳踢 這樣的婚姻 他曾經埋怨上天 直到接觸佛法與慈濟 他這才轉換心念 先生往生後洪陽星全新投入做環保 在將每張報紙壓平同時他心中的傷痛因為付出滿滿愈合守護大地同時也疼惜自己的人生 大家 今天五一份 您欣憑孔傑報導